而就在选前美股走跌让台股由红翻黑中场差点又跌破白点 收在了8646点 而且成交量依旧惨淡只有600多亿 这个礼拜成为一个量价背离的走势 而且都可以现在留下129点的上线 那以上总统对于整个的这个桌头来讲的话 是属于比较不利的情况 那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呢 这大盘呢必须要能够呢 带量克服呢这个礼拜呢留下的上线 今天台股重量级全职股台积电红海等表现都不好 而前两天爆量大涨的面板双虎 今天也拉回了平盘整理 倒是防疫概念股因为纽约出现了伊波拉橄榄者 成为了盘面焦点